等一下嘛!我Cue你嘛! 好,開始 你應該讓我講完,你自己再去奔 因為你問的問題會導致你這個邏輯會亂掉,你知道嗎? 好,我直接講好了 二丈遠拿來的時候,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會先去查土地使用奔區 看它位在哪一個區位 比如說是都市就要壞 都市就要內 是不是在山坡地範圍內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 有沒有建築線可以指 比如說面前有沒有道路 那道路是基層道路,還是計畫道路 那指得出來嗎? 好,這兩個條件都出來之後 你就已經知道 它的所謂分區 它的建幣、容積的基準值在哪裡 那要不要做山坡地的檢討 比如說要做水保 我只建議水保 那這一個,以你那塊地來講 它都秉除了 而且你的使用分區上面會記載 它是住一還是住二 你那一塊地是住二 所以你已經知道它的建幣容積就是 60、100%、180 然後你就會跟業主講說 你這一塊基地 假設有60坪好了 60坪的60%就是可以蓋36坪 然後總容積就是可以蓋到 180%的基地面積 你算出來 業主就會回去想 我就想說 欸,我敢去幹嘛 我去幹嘛 可能會讓人去 假設一百多坪 就是60x1.8 然後 好,我要去幹嘛 那裡面要有電腿嗎 要去煞嗎 那這時候你就要跟業主 去討論那個建築設計的部分 那 再來 業主一定會跟你講說 欸,建築師 我這個 蓋器 可以開湯嗎 可以開多大 啊 我有退縮 要不要退到 我可以開創的面積 這個就是法規檢討了 所以 一般 我們只會告訴他 你要退一米半 或者退三米 的條件說 你再去跟他講說 我技術規則要翻第一條 你敢說 你只要知道這種基本原則 不過再來就是 你的建築造型嘛 欸,建築師 我這個要檢討停車嗎 唉唉唉 你這個區位要檢討停車 所以你要畫一個法定停車 就像你兒章 現在法定停車上面會有車位 那個車位是檢查用 還是實際用 那你就會跟業主討論 唉,我這個要檢查 要檢查 檢查到的 室內 還是室外 你以後停車 是要停室內 還是停室外 這是 你跟業主討論的時候 就有 分一次圖 跟二次圖 的問題 的差別 然後再來 你外觀 你什麼抓 會不會有那個 呃 比如說 雨遮 還是陽台那些 要記錄樓地板面積的問題 這是很細項的嘛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法規延伸上來 從 都市計畫 裡面的 使用本區 的一些基本法規 評測法規 然後再來 你的面積 在都市計畫內 可能超過 三百黑白以上 你還要做自宏池 還好你那一塊地不用 如果要咧 要坐在哪邊 這個牽扯到是 真的要挖自宏池 它是 只是要檢查 以後要添掉 我就跟剛剛我們講的 一二次圖又有關係 所以 如果 以你那一塊地的條件下 它是不用挖自宏池 恭喜你了 你不用花那一筆錢 好 你今天 你跟業主敲訂完之後 你想要設計 然後跟規模 然後就開始進入要實質的法規檢討了嗎 至於說 事務所這些 專業的檢討 就交給專業的人去處理 到最後它只會告訴你 你開窗 能夠開多大 如果你要 開到那個法規規定的 開窗範圍之外的東西 就要做二次 二次就會產生額外的成本 你就要一併告訴你的業主 你還給開這個 給開這個 給開這個 還給我拿這麼小 然後你就 畫的圖就有分一次幅跟二次幅 好 回來正題就是 你檢討這個法規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有一個標準的面積檢討表 那個面積檢討表 那個面積檢討 不管你適用在住宅 工廠 寺廟 或者是 任何類型 都一樣 那個標格 就是這樣 只是複雜跟 跟那個檢疫而已 然後接下來 又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阿我要檢討哪些法規 住宅有住宅該檢討法規 然後 供公眾使用 有供公眾使用的法規 那些細節 你要在 這個短短的時間 把它全部講得 讓所有人 都 很有概念 很難 但是 基本的那一些 不管是 它的 建壁 容積 環境 然後環境 那些條件 其實在整個檢討 建築設計法規 的架構 都是一樣 好 沒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